当一个人的腰部以下全部被切除 他是如何继续生存的 这不仅是对医学的挑战 更是对生命意志的考验 在洛伦·肖尔斯的人生里 这已经成了既定的现实 在经历了那种生死抉择的一两天后 洛伦的家人很艰难地决定了 去做那个半体切除手术 手术弄完了 洛伦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 腰部以下啥都没了 感觉好像生命的所有希望都没了似的 医生说 他可能就只能再活短短几个月或一年 在女友的细心照料下 洛伦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他不仅活了下来 还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每一年他都面临着好多好多的挑战 但他老婆从来都没有往后退过 因为他没法自己大小便 医生就在他上半身弄了两个口 他老婆每天都得给他换一次性的袋子 帮他排尿排便 这么麻烦的事 他总是很细心地做完 从来都没有抱怨过 不光照顾他身体 还在精神上给他特别大的支持 他每天把他抱进浴缸里 给他洗身体 照顾的内叫一个周到 他的陪伴和照顾 变成了洛伦能继续活下去的最大动力 他们的故事让咱们相信 只要有爱 那就真没啥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感动真的值得吗